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这个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街大使 大使晚上好 说完好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是大使这几天 这个全球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格局的改变非常的快 就真的有那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们都知道二乌冲突其实已经一年了 但是其实大陆态度的 大陆方面的态度一直都是就是我都不战边 可是我们最近看到的是 大陆开始非常积极的去这个运筹 希望二乌双方可以停户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习总书记到俄罗斯去访问 那当中呢 其实大陆跟俄罗斯呢 就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我觉得这个联合声明想跟大家好好聊聊 就是这个联合声明 第一个他强调还是整个不结盟的一个关系 但是这个联合声明当中 却讲了很多他们在很多领域上面 要一起共同携手来合作 甚至呢他们也不点名的 其实某种程度上批评了美国 所以大使您怎么看这份这个中乌的联合声明 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出手嘛 中国的大外交 大的战略啊 已经越来 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对 基本上就是主动出击 那我觉得主动出击的方式呢 目标是美国 可是不直接针对美国 那么因为中国 美国现在已经对中国出手已经非常 范围已经非常广 这是真的 他各方面领域都对中国出手 中国基本上都挡得很好 那么贸易上来讲 那么科技上来讲 然后呢 这个金融上来讲 然后美国都出手了 然后对中国内部的事务来讲的话 香港也已经出手了 不过已经 这张牌已经用掉了 美国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那第二就是中国内部的 这个新疆的问题 这张牌也打了 那么第三个就是越打越 美国越打越怎么讲呢 越激烈的台湾牌 美国也出手了 中国大陆在这些上面 要不然就是都挡住了美国的公司 要不然有一些还在慢慢正在发展的 我想最严重的 就是中国大陆最严重就是台湾问题 那所以中国大陆整个的战略 基本上不是跟美国争霸 中国人也从来不想争霸 因为中国这个文化 基本上就是中庸 我们是王道不是霸道 我们是王道不霸道 我们也认为霸道这个路走不长 那么自己过得也不快活 我们没有这种心理素质 就欺负别人 觉得是自己的所得 我们这种文化是 讲真善美 讲义 讲道 我们这个文化 跟美国这个Anglo-Saxon 这些文化是差距很大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台湾问题 看起来美国是基本上要在这边 迟早也跟中国摊牌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整个战略重心 就是在台湾的问题上 基本上呢 第一个争取时间 第二个破解美国的布局 我觉得这个是最高的目标 战略目标 那整体的整体的这个战略 基本上环绕着这个核心的问题 那基本上对美国采取好反包围的战略 那可是这个反包围的战略里面的重心 是不是直接跟美国争锋相对 直接冲突 而是去破美国在世界各重要区域的局 你不好的局我就把你破掉 让美国在别 也就是说 这个局在破的过程中 就已经跟你美国已经针锋相对了 就是我在破你的局 然后其实最主要的核心思想 还是两边在对抗 在对抗 而且削弱你美国 在削弱你美国全球的影响力 包括你的道德地位 包括你的这个所谓的这种 你这种典范型的定位 美国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典范 美式民主 美国价值 那就是世界民主 世界价值 那是一个典范 它就把你击破 那这从另外一种 我们从战术上的想法 我认为大陆是一种 开辟新战场的概念 也就是你一直 美国选择战场 就是选择在台湾海峡 那我今天就开另外两个战场 那么就是最近大陆两个 比较大的突破的 一个就是中东的战场 对 另外一个就是欧洲的战场 所以中国大陆连开两个战场 而且都是起开得胜 那这已经对美国造成 极大的这个压力了 对 美国必须要重新思考 然后它必须要 看能不能动员足够的资源 因为美国的资源 目前它的全球战略 是在这些地方都在撤退 资源在撤退 集中在印太 对 基本上就是要集中资源来对付中国 所以中国现在在把这两个战局插手以后 让你的资源 要不然你就退 你继续退 可是你这两个大地盘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大棋局的大战略的一个斗争 那反映出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决策者 还有智囊团对事情的观察的非常深入 而且下围棋的技术也是 我觉得已经断数非常高 对 那现在美国必须要重新思考 因为第一个 欧欧战争如果中国大陆调停成功的话 那势必在这个过程中 欧洲是会站在中国这一方 那可是问题美国现在这个主战的这个 这个后面的它的合法性 它合理性越来越薄弱 那所以就是说 欧欧战争这个部分 美国会 要不然它就是要加码 要不然它就是 接受和平 停火 接受这个过程中 那就中国在这场 这场这个欧欧战争 取得了制高点 赢得了取得了上风 那也会受到欧洲 主要的国家的一个 感谢 表面上不会表现出来 那可是德法这些国家都会求之不得 肯定的 那就是说 也就是中俄这个出手 事实上有极高的顺算 另外在这个中东的出手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把美国在中东过去几十年 纵横百合的基础给你破 美国过去纵横百合的基础就是 逊尼跟什叶派的矛盾 对没错 就用这两大矛盾 这个拉一帮打一派 拉一派打一帮 今天跟你做朋友 明天就变敌人 美国就是不断的在用最简单的方式 在中东 那所以呢 就是说这两个美国过去在这个 在这个 等于翻云覆雨的两个区域 世界重要区域 中国大陆都在跟美国直接的 在破美国的局 那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 大陆是有炸战略的 嗯 而且我觉得实力也够了 那么思想跟理论的准备工作也已经相当成熟了 嗯 那现在稍微差一点就是国际这个话语权的抢夺争夺 嗯 当然你要有试你才能够有增上这个话语权的 可是这个试出来以后 你有一个事件出来以后 你的话语权你要更强 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比较去 去比较弱势 就是它受限于它宣传管道的建立 因为它不像美国有CNN啊 或者其实像西方有什么BBC啊 华盛顿邮报这些可以帮助美国把它声音往外酷 但大陆在这一块的那个建设上面 其实是甚至很多人说 其实比阿拉伯国家还要弱的 对啊 你像这一次俄罗斯的卫星 卫星 那个卫星电台 嗯 大家就看了很多俄罗斯的立场 对 因为发觉这个西方立场实在是 那个那个偏袒的太厉害了 没有正 没有公平的报道 全面性报道 大家就去看这个卫星新闻 所以卫星新闻基本上不错 我们直接看它中文的 嗯 那各种语文都有 对 那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 可能要下大功夫 哎 就是说 你的整个的这个 中国立场啊 还有中国的这个价值啊 中国的作为啊 那都要有更强的一个什么呀 舆论 嗯 支持 嗯 那这个部分 不要小看啊 他可能 比赵一艘这个 赵一艘这个 这个航空母舰还要花钱 还要复杂哦 而且他可能那个时间又更久 对 那个不容易了 嗯 那个是大批的人才跟这个高度的这个智慧财产 嗯 就其实他们这个中俄发布联合声明的时候 我有看 嗯 美国白宫发言人的记者会 嗯 我就挺有趣的啦 我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 我朋友也在旁边看 他跟我讲说 这个 这个是talk show嘛 就大家觉得他讲话很有趣 但是就像刚刚大使讲的 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对于中俄之间的联合声明 他们是比较 嗯 我觉得他们是不接受的 嗯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态度是说 他们感觉上就是 如果说今天俄乌真的要停火的话 我觉得美国不愿意 然后再来是他一直强调说 就是这个谈判当中 呃 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要上谈判组 嗯 那再来是美国也要上这个谈判组 嗯 所以 我觉得感觉上 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看得说 俄乌宋都给世界带来的冲击 不仅仅是在战争上面 另外一方面在经济上面的冲击都很大 对 所以其实很明显看得出来说 欧洲已经很希望赶快停火了 对 那为什么美国到现在还是觉得说 你就继续打吧 继续打吧 因为美国说实话 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基本上 他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在重要区域 好 那么制造出一些冲突 让美国从中获取利益 嗯 那么世界各国都和解了 美国就没戏唱 嗯 哎 美国是这个国家是在别人的这个 好 矛盾中好 找到自己的生存的利基了 那这是他 基本上他战略哲学观就是这样 嗯 所以好不容易让欧洲这场战争 美国把它点燃了 俄欧战争点燃了 是不会轻易让他就这样就这样结束 嗯 那打一年 打一年 过去韩战打了三年嘛 嗯 对不对 那那个这个阿富汗打了十年 对不对 越战也打了打了十年左右吧 哦 叙利亚伊拉克也打很久了 叙利亚到现在还在 美国是不会轻易 从一个战争中就说放弃 这第一点 他们过去战略 第二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这场战争对美国还是有极大的利多的 第一个就是说光美国的能源业 嗯 光石油 光这个天然气 他很成功的 从俄罗斯手里面 把欧洲的市场抢下来 对 这是第一点 大笔的钞票 第二个美国的整个的这个 正军复合体军火工业 得到了大量的新的订单 嗯 你看过去 我们今天讲美国银行股跌了一塌糊 你就看到美国军工股上的什么样子 还撑在那 嗯 还撑在那边 那第三个美国战略上来讲的话 那么用乌克兰 小乌克兰牵制住一个大俄罗斯 嗯 美国这 美国每个区有它的战略 美国区域的战略 欧洲区域战略就讲 绝对 要能够要抑制住俄罗斯 不要以俄罗斯的影响力进入到传统欧洲的范围 对 那好不容易这场战争把怎么样 乌克俄罗斯进入欧洲跟成为欧洲大家庭 好一个正常成员这个角色 这个这个梦给他被他破掉 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是对美国来讲很重要 在欧洲永远把俄罗斯隔开跟传统的所有的欧洲 清西方的欧洲之间把它划掉 第二个就是说 清西方的欧洲 所以认同西方的欧洲 基本上现在欧盟搞的战略自主 然后要搞自己的欧洲军队 所以美国事实上不管从战略上还是实质的利益上获利太多了 像战争停止的话 现在停止的话 美国不但原来想能现在能得到得不到 过去有些要吐出来 因为欧洲会重新审视在俄乌战争里面 美国对欧洲造成的损害 可能欧洲会更团结 跟对美国的未来在欧洲的这个 这个各种行为 或者未来的这种影响力 都会想办法抑制 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讲 这样的战争应该只是刚开始 不达个三五年的话 对美国来讲 怎么讲呢 太可惜了 可是欧洲还撑得下去吗 我看欧洲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现在就看瑞士银行撑不撑得下去 瑞士银行是很大的指标 但是瑞士银行其实他的解决方式是让全世界 让很多富豪对于整个欧洲的这个金融体系 产生很大的怀疑 那很莫名其妙 17亿的这个 这个他的债券就可以 就可以决定 就说 说不 说那个 就变白纸啊 对啊 说归零就归零 说归零就归零啊 而且他跟别的银行在并购的时候 被别的银行并购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得到股东的任何的同意 董事会 董事会完全没架空 前三大股东完全不能参与 完全不能参与 所以这个犯了很多忌讳 所以瑞士这个国家 其实过去是蛮老龙深算 嗯 我在瑞士待蛮久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头壳坏了 第一个他们把他的这个 经济的基础 是建立在金融 对 瑞士 对 瑞士你不要看啊 什么什么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啊 我问你瑞士除了手表 还有一些精密工业以外 还有什么吗 银行 那些东西能赚多少钱 对不对 那基本上是银行在赚钱 嗯 那银行过去赚钱的方式是 借助他 假借他这个中立国的地位 对 对不对 你来了我都保障 嗯 然后我也要保障你 怕你被本国追杀 对不对 你这可能是革命制式嘛 所以随你 随你去 随你去 随你去定义嘛 哦你们这些都会受到政治迫害的 所以你们财产存到我瑞士银行 我替你保密 嗯 你的原来你在那个国家 你 他们这些政治人物要追杀你 查封你财产 我绝对给你保密到底 嗯 钱放在瑞士里面 绝对没有 是绝对安全 这是表面的 嗯 其实大部分存在那个欧洲的钱 尤其瑞士银行 都是写什么贪官污吏 江洋大盗 哦 譬如说 我们以前这个拉法业号 那个有一位 有一位这个叫什么 呃他是厨中拿的贪污钱最多 他钱就存在瑞士啊 这些就是江洋大盗 嗯 那贪官污吏的话那不要讲了 这个 啊 萨伊的这个 独裁者 把世界援助萨伊的钱 有一半都拿自己撞到口袋里 哦 20亿美金都存在 在 在这个瑞士银行 对 就是替这些啊 这些贪官污吏 江洋大盗洗钱嘛 嗯 放这里 谁都 谁都 谁都不能动 都不知道 瑞士靠这个起家的 他这个银行靠这个起家 所以瑞士银行是很拽的啊 嗯 你我去存钱的话 他说 你没有办法开户 你资产不够 你资产不够 我在瑞士的时候是一百万美金起跳 一百万美金起跳 你要开一个户的话 好 那 因为我们是工作的关系 所以他 勉强 让我们开户 嗯 然后呢 瑞士银行 这个 他因为 对我们的小客户 其实是被法令所所破 才让我们开户 嗯 你去银行 去ATM 你去转一支账 你看他收费你多少钱 那个手续费 对 你开一张支票 那手续费高得不得了 然后呢 每一年还有账户管理费 对 我只有一万块钱美金 我可能管理费 我就要交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那基本上都要缴管理费啊 你基本上要管理费 开户要付钱 对 然后你好不容易说 我啊我离开瑞士 我把我的户头关掉 关掉也要付钱 关掉也要付钱 所以瑞士这个钱是很好赚的 就是非常好 而且这些银行很好赚 那可是瑞士这个国家头壳坏了 他居然在 第一个啦 被美国逼的 嗯 美国因为过去有个肥咖条款 也就是说 全世界任何银行 你只要接受美国公民的存款 你都要把这个美国公民的 在你这个银行的存款 这个好账户 对美国的财政部公开 就是现在你只要开户 都要叫你勾一个表格 你是不是美国公民 然后你要揭露说 你的财产在这家银行 有多少什么的 对啊 这个就是美国人 因为美国人 美国人有爱国 有钱人都不爱国 都在逃税 钱美国人都存在外国银行 然后让你美国追不到 现在美国就釜底抽薪 用他的霸权 就通知所有的国家 银行说 你们必须要帮我做这件事 嗯 你先问来存款的人 是不是美国人 是美国人的话 你就要照我的规定 把他的 把他的这个存款啊 这所有一举一动啊 你都要跟我美国报告 嗯 那人家说我为什么听你美国的 我台湾彰化银行 根本听美国 那美国就很简单嘛 你如果不合作的话 你就不要跟我的swift往来 好 直接釜底抽薪 告诉你说你 你连那外汇资格都没有 都没有了 而且你以后 你在美国的银行的话 我就罚款 嗯 所以美国是有办法的 因为他金源 金融霸权嘛 各位 瑞士是最后一个国家 他 他 接受美国的这个 因为你这个 这是等于把瑞士银行 我刚刚讲的 那个等于金字招牌把它敲坏 他把它隐蔽性都没了 隐蔽性没有 也是他赚钱的最重要的法宝 那里面要敲破了 所以美国一下拿到瑞士银行里面 几十万美国公民的账户 嗯 那这个就变成 美国的有钱人就 那我钱不存瑞士了 那这是对瑞士银行最大的一次打击 第二个呢 就是俄乌战争 瑞士银行一样对俄罗斯存户的资产 进行冻结跟没收 对 然后呢 瑞士的这个国家里面高层官员脑袋也坏了 他们居然出来警告说 如果 是中国发生了 好类似的事情的话 我们也同样会对中国下这样子的手 那你等于是叫这个大陆富豪把钱 从那边全部撤走啊 就这样 所以 从俄乌战争开始以后 那么 这个 CreditSway就被挤兑 嗯 他不是一夜间挤兑 有钱人就慢慢钱都 都给你掏走 嗯 对不对 那这个银行就就垮了 就岌岌可危了 对啊 所以他垮在垮在哪里 垮就垮在他政府的政策错了 嗯 他过去的那个赚钱的那个法宝 不灵了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还犯了忌讳 他还开银行 然后用一个政治理由把人家的钱抢走 对 那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脑袋坏了 那你这一次 你这一次CreditSway 你要救他 你用的手段不对 你17亿美元的债券 你可以一夜之间 你就让他变成白子 嗯 那拿你债券的人以后敢买你瑞士银行的债券 肯定不敢啊 不敢啊 那另外一方面你这个国有化过程 你是先修法 你把法律运动以后 所有瑞士银行的股东 大家都觉得我上当了 嗯 对我一点权利都没有 对 那在瑞士银行 那这些大客户的话 里面阿拉伯人 啊 东欧人 这些非洲的大的富豪 嗯 这种军阀 南美洲的军阀富豪 钱都在那里 嗯 那现在你不把钱领出来 你等什么时候 嗯 所以你就看他那个房子盖得很漂亮 那你不把钱领出来 可是他下面基础没有了 就轰然了 嗯 那瑞士银行会影响到整个西方的金融体系 嗯 然后呢整个金融西方金融体系 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中 整个的他的所谓的他的 这个信用度啊 严重受损 我认为他是不是短期能够弥搏的 嗯 那为什么会信用受损呢 就是说他公然抢夺存户的财产 对 那我们不管你是俄国人还是什么人 对不对 阿拉伯人有一天得罪了美国 一样 一样的待遇 一样都会 对阿 中国的富豪有一天得罪 中国跟美国一打起来 嗯 你只要是中国籍的 你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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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躲得过这些西方银行的追杀吗 嗯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从某种程度来看 美国事实上 恶务战争 账面上他是得到很多东西 可是我认为他是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这个好 付出的代价 正在慢慢在出现 嗯 也就是全世界对西方整个金融体系的那种信任 瓦解掉 对 所以从金融角度来看 我觉得不管是将来欧洲的金融体系 跟美国金融体系啊 都会受到越来越富裕的 尤其是 有资源国家的 一种怎么样 抵制 嗯 抵制的方法就怎么样呢 第一个 我不用你的货币 第二个我钱也不放在那个 我资产我都抽离 嗯 因为太危险了 哪天你一翻脸的话 我这些资产啊 几代人累积的资产 就一系之间化为乌有 嗯 所以 我就觉得这个二物战争改变的世界 其实最大一点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整个金融体系改变 金融体系 货币体系 刚刚大使提到就是 现在 因为其实我们从瑞幸 你看瑞士政府的那个作为 嗯 就会让很多人觉得说 要跟这个西方体系 要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不然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会被 会成为被他针对的对象 那 其实就看到说大陆啊 跟俄罗斯之间 因为他们其实严格说起来 现在都是美国的对立面 嗯 因为美国不能够接受有人挑战他嘛 所以把让他们越绑越近 嗯 然后那个结盟的那个力道 越来越强 嗯 但我比较好奇哦 就是 我看他们的联合声明当中 其实有强调 他们就是这个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不结盟是第一个 嗯 就是其实大陆 基本上他的对外的 这个核心政策 就是他本来就是个 不结盟的一个态度 可是都已经这种状况 嗯 就基本上大陆跟俄罗斯 一定要背靠背 嗯 才能够去跟美国 甚至乃至整个西方 去做对抗 嗯 那为什么大陆到现在 还是坚持不结盟 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传统 嗯 他这个 他不会轻易放弃 而且 我觉得大陆的 很多 我觉得很有 对中国大陆决策券 很有影响力的一些学者 看他们的这些言论 就说 中国不要把自己啊 呃 第一个就是说 做在国际上做太多的承诺 嗯 哎 因为美国就是个例子 美国到处承诺以后 这国家看起来是 好像是很强大 其实中间很空虚 这个 以前在80年代有一本书 叫 Rise whole and fall of great empires 就是说 大帝国的起与落 嗯 那最后得到一个结论 为什么这些大的帝国 会垮掉 他有一句 有一句话用一个叫over stretch 手伸的太长 嗯 就你管太多了 管太多了 手伸的太远太长 那让自己好 不断的消耗 嗯 这个是大帝国 美国就有这个问题 美国就有这个问题 美国的 美国虽然想以战养战 可是国力显然不行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还是 嗯 习近平的一句话 打铁还要自身强 对 嗯 基本上你自己强了 很多事情就是什么 你中国 中国人一个想法就是说 像孔子讲的 辟若北城啊 众星拱之 对不对 你今天你自己强了 这些国家就跟怎么样 你像北斗星一样 对不对 那大家就怎么样 辟若北城啊 就太阳 北斗星就帮你围到身边 这是很高的境界 嗯 哲学境界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一方面 他 呃 不做太多的所谓commitment 就是说 这种 承诺 那 不结盟是最好的 对 不结盟是最好的 而且 中国不需要结盟 中国本身实力就够大 对 你俄罗斯虽然是何止强国 你的GDP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 对 中国有十七兆欸 俄罗斯大概1.7兆都不到 所以就是说中国是你中国需要俄罗斯呢 还是俄罗斯需要 显然是俄罗斯需要中国 嗯 那这一次 这一次在这个签的两个这个共同声明里面啊 比如说对于这个西伯利亚而好 对 那当然俄罗斯线急于要修这条 这条路线一修本身的价本身的造价就是五百五十亿美元 那基本上俄罗斯现在是没有能力去承担那五百五十亿美元 基本上我想就是说这个钱怎么分大概大概应该是到时候一定是分摊 或者双方要谈的了 嗯 那可是就是说你这个你这个你今天俄罗斯到最后提供给中国的2030年来 你大概一千亿平方米的这个天然气管路天然气的话 那中国可能到2030年的需求量是六千万平方米 嗯 立方米的所以只能到中国的六分之一 而且中国也不希望把所有的这个鸡蛋都放在一个一个楼子里面 所以中国是分散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就是说跟俄罗斯在就是说密切合作的时候 还是把中国的利益放在前面 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嗯 那不能为了结盟哈 这个自己的这个利益哈 牺牲太大 嗯 我牺牲另外就对俄罗斯的承诺来讲的话并不多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中俄的这个贸易哈 今年到一去年到一百八十大概一百九十亿 那今年可以突破两千一千九百亿 今年可以到今年可以到两千亿 突破两千亿 其实也就显著就是说俄乌战争的过程中 中国并没有大量的哈 跟俄罗斯哈 给俄罗斯这种哈 经济上的援助 其实它就是维持正常 维持正常加一点嘛 嗯 那倒是这个俄罗斯在经济上现在问题很大 所以你看他跟这个习近平台说他很强调在经济上 对 他甚至就是说要欢迎中国的产业到俄罗斯 而且把西方离秀来的这些产业的设施哈 嗯 也移转给中国的企业 嗯 也就是说这一次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经济制裁是 我连我原来在你那个投资的这些 不管汽车厂 什么工厂我都撤了 比如说啦 Benz那个厂就撤了 对 整个厂停工 然后这个Period 这个法国的保斯也撤了 日本的Nissan也撤了 因为工厂都空了 所以是撤得很彻底 所以俄罗斯是希望中国进去 要把这个厂给你 嗯 设施都给你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 我觉得是掌握这个机会就可以 跟俄罗斯在合作的时候掌握这个机会 然后国际议题上的话是共同价值 大家在共同立场上看 可是特别强调一些 反对台湾独立 他针对台湾的部分特别写了一段 反对台独立 因为我想如果将来如果在这个 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中国对俄罗斯的期盼就是说 你基本上你帮我看住北边 日本那边 日本那边 然后呢 你可以展现支持的姿态 嗯 你可以你的海军也到 比如说台湾西的海面 以东的海面 或者说你在这个台海 你有看到你的海军的出现 嗯 现在俄罗斯还不多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 寄取历史教训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中国之间的问题 对 我也不希望俄罗斯插手 可是你真的要打仗的时候 你可以给我一些资源 嗯 就这样 因为以解放军目前的力量 在第二岛链里面 跟美国做决战的话 那美国是胜 美国是输的 输率是比较高的 对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大陆还是在保持高度的 头脑亲情之下 跟俄国人啊 嗯 在在合作 那当然啦 我觉得 呃 最主要的就是说 可能中国大陆还是 呃 着重在整体战略上 跟俄罗斯的合作 嗯 那么并不会完全被俄罗斯带着走 嗯 而是你看中国的主导性很强 嗯 那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习近平 呃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倒是 展现了中国的强大企图性 就 习近平讲说 这一次中俄的这个 啊 这个峰会啊 呃 显示说中俄关系 并不止于双边 双边的范畴 它的范围远大 远远啊 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 嗯 它会跟世界的格局 还有人类的 前途与命运啊 息息相关 对 所以基本上 就跟美国人讲的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要联手一些 来推展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哦 确实 那是要跟美国的国际秩序 好 要针锋相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来讲的话 就跟秦刚讲的 好 那就是一个集结好 一个冲锋好 那基本上中国就是专手为公 嗯 因为我们看它的那个联合证明当中 其实金融啊 经济的合作项目非常多 嗯 甚至包含了 就像他们说 两国之间的所谓的本币结算 这件事情 对 那俄罗斯也表达说 未来它可能在跟其他国家交易的时候 对 人民币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选项之一 对 那其实 就是中俄之间的结合 然后而且加上俄乌冲突 我们刚提到就是说 其实欧洲国家 其实世界各国都已经快要受不了 嗯 因为其实乌克兰其实也是世界粮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鲁拉 巴西总统鲁拉 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 嗯 其实准备都要到大陆访问 那鲁拉应该是 就这几天的事情 对对对 带了两百多位的这个团员 对 很大一个 惨观学 对非常大的一个团 基本上一台飞机就差不多了 对对 那其实我有看到鲁拉他在受访的时候 他说一方面经济一定是最重要的 就是大陆跟巴西之间的经济合作 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俄乌冲突 巴西也认为说 希望在这一次的会谈当中 请大陆出来 嗯 就是针对俄乌冲突 可以能做一个调停的角色 对 因为他受访的时候 他很愤怒的讲说 他觉得欧洲跟美国没有人在讨论和平 但我们被俄乌冲突影响很深 对 所以我觉得俄乌冲突 其实让全世界对于美国的那种厌恶 或者是说要跟他保持距离的那个感觉 特别的就越来越强烈了 对 那其实我们看到鲁拉这一次他想要去大陆访问 带了200多个产观学的这些学者 240个 对 那他们意思是说就是希望不管在南方共同市场的之间的合作 然后还有就是跟巴西和大陆之间的合作 这个大使怎么看 鲁拉这一次代表带了240位这个团员一起到大陆去参访这件事 我觉得鲁拉就代表 代表这个 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南美洲的第一大国 也是世界上排名前十名的大国 也是金专的会员 也是金专的会员 那他是动建观战 那我觉得他带240个人去中国大陆 就这个我认为不只是做生意了 我觉得基本上是去取金的 嗯 怎么取金呢 也就是中国大陆在过去45年的改革开放 或者中国整个过去100年的这个奋斗 其实创造了两个世界奇迹 一个就是基本上快被西方文明消灭的一个文明 古文明成功的生存下来 然后还保持了自己的文明跟这个民族的认同 对自己的文明的核心价值 可以说还是完整的保存下来 这是一个奇迹 而且现在不管习近平讲的中华民族大复兴 那还是在中国的传统这种价值 传统的这个文明的这个精神里面 在找复兴的嘛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改革开放了45年 创造了人类一个政府 一个国家在短时间的脱贫自负 然后现代化 然后改善人民生活 然后呢 甚至引领人类社会未来 这也是一个大奇迹 所以归根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的国族的建立 这是Nation Building 国族的建构 跟你的所谓的 Governance的这种 你这种治理的这种模式来讲的话 这是很多遭受同样像中国过去100年 或者半世纪秘密的国家 想要找到找到答案 嗯 那巴西就是其中之一 巴西虽然没有很悠久的文明 那国土广袤 资源丰富 也是地大物博 对 可是它在经济发展 在国族建立上 面临很多大的问题 对 这也是巴西这些国家的领导 领导成分 他们也很想找到答案 嗯 那现在他普遍都认为西方 尤其美国这一套 对他们可能并不是很好的 对不对 那美国人就讲 我的就是典范啊 你一定要选举 你一定要什么 那跟我们一样 跟你一样就对 可是问题就是同样的药方拿到巴西 还有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 看起来都不奏效 对 那中国走自己的道路 看起来是走得非常成功 就跟这一次普丁不是讲吗 他说很赞扬啊 习近平过去的这个带领的中国 嗯 那他说 他说这个不可否认的啊 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 跟这个治理的成效啊 那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一个 确实 一个体制 那么产生的这个成果啊 让他们啊 甚至有 有点羡慕 嗯 对 这是普丁讲的 对 普丁这个心理 那要放到拉美 要放到中南美 要放到这个非洲 要亚非拉 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讲 他们的羡慕羡慕感是更强的 嗯 因为他们过去被迫接受西方的 这种所谓的 治理跟价值跟政治体制的结构 那走不出来啊 嗯 走不出来啊 而还因为他们信奉西方这套价值跟体系观 所以在思想上还被 在行动上还被这些国家 尤其美国一首国家怎么样 监控 甚至好 掌握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找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那中国是 我觉得是尤其像巴西这样子的 这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嗯 一个代表性的 他希望找一个新的模式 嗯 那也就是说今天 比如说我们看习近平好了啊 习近平到了 到了为什么他到了莫斯科 他的底气这么强 他也跟他跟普廷讲 他说我们在二十大跟两会开完以后 我们中央到地方的人事都已经完全安排好 都已经布局好 布局好 然后我们未来的国家发展的目标 然后我们在国际市场 我们也已经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蓝图 嗯 所以他都已经谋定而后动了 然后政治体制也是一个叙事待发的 世代交替也完成了 都是和平的过程 都是上出来的人 都是一死之血 不会像你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一个川普 你比如说李强好了 对 你对他怎么批评呢 人家从基层干起 对 从这个温州的这个市委书记开始干起 做了市委书记 到了省 然后他还没有接总理之前 他已经做过江苏浙江上海 中国最发达的省份 跟最最最最最最繁华的城市的一把手 对 掌握的经济 掌握这个地方 随便一个一个一个江苏浙化都进一人 那都是一个世界上中等国家 他那个治理经验极为丰富啊 是 不是讲空的 不是靠选举的时候 在那个讲台上这个喷口水 嗯 你要看他资历看出来 那你看中国大陆 他这个套 这个所谓的人才禁用制度 绝对你美国今天这种什么选举制度好很多啊 对 没错 对啊 美国选一次就打一次百次 国家就一塌糊糊 习近平整个过程 这个权力的传承 嗯 然后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的 紧紧有条 那这个是很多开发国家都在羡慕 他们在想说 看起来跟着美国这一套走 西方这一套走 并不适合我们 就因为其实巴西也经历过就是向右转向左转嘛 对 本来是右派现在变左派 对 那转来转去就会发现到说 巴西的发展就是起不来啊 就起不来 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嗯 然后西方这些大的跨国公司 对于巴西的经济的剥削 一点都没法改善 对 重要的商品的价格 基本上还是怎么样 被西方这个国家整个垄断 你巴西 你咖啡 你看看你想涨价 涨不起来啊 嗯 香蕉你想涨价 涨不起来啊 对不对 这都被西方国家牢牢控制 那你要工业化 你要你内部的这个问题 你看看美国 美国 会不会 会不会插手 嗯 那所以我是觉得巴西 基本上 基本上 我觉得他那240个人就是去取经 嗯 他们想要知道 这个成功的 这个方程式是什么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到中国大陆是要这些东西 嗯 那 这个也就是美国最惧怕的 也就是整个的治理模式 跟治理的价值体系啊 嗯 那么中国对美国所主导的这一套所谓的典范 已经产生了一个怎么样 已经产生了一个被取代啊 想很多国家想要找到一个新模式 以取代西方这个啊 他们在全世界强行推销了300年的模式 嗯 过去中国也被也被西方强行去强行 强行强行推销啊 那么中国大陆有很多 所谓的盲目信仰信仰西方价值啊 对 讲到西方就是哎呀 这个就是放逐治海皆准 我们也想要选举 对对对我们就要搞这一套东西 你不想想看你自己的文化 嗯 你自己实际来讲的话 什么样一个符合你的国情的发展方式 嗯 对不对 这个这个就随便就想照办照弄 像拉美的国家啊 大部分的宪法都是超美国的 对对 都是超美国的 可是问题是结果是什么 拉美战乱平人民不了身 对不对 贫富严重 政治不稳定 对不对 被外国这个经济团体剥削 嗯 几百年了改善不了 嗯 那我觉得鲁拉他是 一个很有很丰富的从政者 对 他也是从基层爬起来的 而且他这次是回国 他自己回国 他中间坐牢 听说也是被美国人搞的 哦 做了一阵子老下 上任总统下来 那 所以我是觉得 呃他有一定的分量跟智慧 那 看他到中国大陆 能够跟中国大陆产生什么一个 什么样一个 一个好激荡出什么一个火花 值得期盼啊 不光就俄乌战争来讲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插手俄乌战争 扮演一个和平的制造者 嗯 那么 现在俄罗斯 我觉得这一次俄罗斯 已经同意了 嗯 你要知道这个 你要插手一个 两个战争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战争的两方面 接不接受你来调节 对 现在普丁所有的意思就是说 书面的 高度评价 你的哈 你的你的 你的这个 你的所谓中国十二点立场 嗯 对不对 那愿意接受你扮演一个调和平的 俄罗斯已经摆定了 这个 这件事情 就成局成了一半 我认为 而且俄罗斯讲明了 有四个国家不要来插手 嗯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我都不接受你调停 嗯 普丁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今天要调停就是你习近平 对 你们这些什么普丁啊 你的拜登啊什么 你都 你的想都别想 习近平来讲这件事情 我愿意 嗯 下一个就是 普丁连见都不想见 嗯 上一次那个 那个法国总统 你记不记得啊 去见普丁 他给你放个桌子 你放个20公尺 对啊 就很清楚了 对 所以 呃 要调停的话 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习近平做得到 那 泽伦斯基很少不知道 嗯 他有一些苦 希望有人去跟普丁 说点说点 大家来谈的话 那你当然要找习近平啊 所以他从来不对习近平口出而言 对 从来不对中国口出而言 我是觉得 呃 现在美国最头痛的就是怎么组着 怎么拦着 怎么拦着 泽伦斯基 嗯 不要接受中国的和平方案 对 那我看中国也不急 反正就是 中国人做事都是什么 讲四个字 因缘俱足 嗯 强求不得 对不对 强领的瓜不甜 对 我就举不好 现在 鲁拉来了以后 代表拉美的最大国家 希望中国扮演积极角色 嗯 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作为了不起 我支持 嗯 下个月 呃 马克宏 马克宏到北京 嗯 我们非常希望习近平先生 好 那么来解决这一场 好 在我们欧洲 造成欧洲 整个国家好 付出极大代价 这场战争 你想想看 这个局 对中国来讲 其实我是懒了一件 我也觉得 蛮不容易办的事 其实很难 非常难 很难办 很可能两面不逃 对 可是呢 美国的压力就出来了 美国对于 他今天要控制住 这个 哲伦斯基 嗯 他要控制住法国 他要控制住世界舆论 他就要加出更大的 他要投入更大的资源 对 那这个就是 中国插手 二无战争 最主要的目的 嗯 让你美国 光这个问题 你就要投入更大资源 嗯 你不要想做梦 你在那边 坐想七成 不可能 在 在这个 在这个 中东 一样的做法 嗯 你制造出来的 你制造出来的 纠纷 我都帮你 把它 雷管给你解了 对 那现在拉美 现在 也 所以世界 基本上 这个 对于解决 重大国际问题 大家 期盼是谁来解决 这个人就是 最有发言权的 嗯 所以我觉得 这场集真的 我看这个 起手势就很漂亮 对 就是很漂亮 那么慢慢的话 就变成就是说 你美国不要老 集中资源 集中所有一切利用 搞到台海 嗯 我解台海的这个压力 我就靠开新战场 这是很高明的做法 就像南美洲啊 然后中东啊 对 因为中东其实 这个沙特和伊朗和解 这件事情 对全世界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对 大家都觉得怎么可能 居然可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两边居然和解 非常不容易 哦 这一点我就觉得 还有点做很漂亮 台海最近的就是 蛮久去大陆记住 对 蛮久大陆记住 他最近他的一些发言啊 我觉得他并不是 纯粹的就是为了记住 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 我今天上午看到 他说 备战不能止战 对 现在台海的局势 你天天备战 你只会引战 对 要怎么样 要处和才能止战 就是要交流 要和平才可能止战 对 你要谈和嘛 对 像蔡英文现在跟着美国 做美国的马前竹 嗯 对不对 做美国的把台湾拉到 这个美国 当做美国这个 意志中国崛起的 最重要的马前竹 这愚蠢至极 对 如果台湾没有人出来 制止他 就表示这个台湾岛上 2400人 都是脑袋都一团叫 嗯 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 那我觉得马英九霞 他这个前任总统的这个 这个角色 今天扮演这个角色 会让整个世界说 哎 你台湾还有些人脑袋清楚 对 那大陆也会觉得说 嗯 这个还是 对不对 然后也给美国造成困扰 这至少表达 马英九是留美的 嗯 你不能 你今天还说他反美吗 他移美吗 嗯 马英九出来移美的话 那就移的对 他是美国最高学服 哈佛的这个 对 比你那个赖清德 有内涵多了 嗯 他知道美国 他真的是知美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做法 真正是对得起 台湾2400万人 嗯 虽然我们对他过去的表现 我们今天不提了 嗯 光做这个今天这个作为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举动 嗯 那他讲的这个哈 就一句话把 蔡英文这些人啊 把他们的谎言 通通打起 你备战只会引战 对 现在两汉的情势 嗯 你必须要怎么样 触合 才能够止战 嗯 对所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事情发展到一个 一种程度的时候 都是会有哈 会有人会站出来 嗯 会不会让这种事情 被少数人永远的操纵 嗯 也就是这个世界 美国人玩到一个好程度以后 那没想到中国今天站出来 而且是以极大的智慧 跟真正的实力 跟美国就这样对上 因为天下苦美久矣啊 就是他在世界到处点火 大家都是被点火的对象 都被他当韭菜收割嘛 但是其实在这一次 就最应该讲这一阵子 大家都开始发现到 亚洲在这个世界的地位跟重要性 其实是一直在提升 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崛起嘛 所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跟它这个应该是全球 实力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政治实体在这 所以大家会觉得 亚洲的这个实力在提升 但是大家过去都认为说 就亚洲大家会觉得 这个私不关己己不关心啊 就在世界各地 发生了那么多战争啊灾害啊 大家的态度都比较保守 但是这一次俄乌冲突 这个大陆去俄罗斯 日本这个 那个日本首相 也跑到了这个乌克兰 去跟那个哲联斯基会面 就大家就想说 为什么这一次 为什么 过去因为日本的态度都是 我都不管 因为过去因为日本宪法关系 他都不管 现在日本开始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就去跑去跟这个哲联斯基会面啊 虽然他是G7的最后一个领导人去的 但是 他为什么又开始非常积极的 要想要在这个世界 扮演一定的角色 然后去介入这个世界的很多的事件 因为美国给了他一个很大的耳 他吃下去了 美国给他一个 他想了几十年的一个 一个糖果 他急着把他的糖果吃下去 军队 那 也就是说 美国过去在严格控制 就是日本的军力的能力 跟他的能够行驶的范围 对 也就是从安倍他们讲说 日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日本的军队只能在 只能做防守性的这种发展 然后也不能到海外 那现在美国基本上是把他这两个 拴在他的脖子上的链子 松开了一点 或者说拴在脖子上的链子 那个绳子把它放长了 链子还在 绳子也还在 放长了 可是呢 岸田文雄 所以日本的这些 现在 尤其他们这些自民党的这些 军国主义的后代 基本上就认为 历史性的机遇 必须要把握 所以他非常短暂的时间 就通过了修改所谓安保三文件 对 日本不但可以做预防性的军事的攻击 他感觉受到攻击 他就可以 感觉受到威胁 他就可以攻击 第二个 美国同意他 发展忠诚的导弹系统 也就是说 战斧飞弹 可以挡1500公里的 过去日本的飞弹都只有300公里 而且不准你发展这种忠诚的 长城的 根本 美国是不允许的 日本美国同意给你 同意给你发展 另外呢 把你提升怎么样 是可以均海外的这种作战 对 所以这一些对日本来讲说 过去要修宪才能达到的 他们日本从安倍啊 所有这些军国主义后代 都想要梦寐以求的 美国人今天丢给你了 你要不要 安倍就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说实来就日本的自民党这批人来讲说 你安倍你不做的话 你对不起日本 所以安倍就把这个儿吞下来 然后呢 几乎日本的财政几乎在破产边缘 他五年之内要把他的军费变成GDP的2% 他现在的军费 GDP的1%都不到 快速的扩军 他认为要变成正常国家 一定要有强大的军力嘛 所以日本现在美国人叫他做什么 他都要干 他这次跑到这个基辅 最主要去送钱 五亿 对主要带钱 因为日本过去在美国这个西方的这个盟友体系 基本上就是出钱的角色 嗯 然后美国也让你搞一个自卫队 看起来还像一样子 可是你能打什么仗 你有什么武器 美国管得严严 对 那就是说去年美国开放了 日本人就 日本人就 当做历史的机遇 就一把就把这个肉 就吞下去了 嗯 可是 现在那个战斧飞弹 本来日本说我们要自己发展 1000公里射射程的 由我三菱重工来做 听说美国不同意 那肯定的啊 美国说你那1500射程 你只能买我美国的 战斧系统先给你 嗯 所以我觉得日本还是不忘这个 他的这个大日本帝国的这种 这种梦 嗯 可是我觉得 只要他没有核子武力的话 他敢动一下的话 不要说中国俄罗斯的核子弹啊 大概几分钟就把日本三个 几个四岛就灭了 嗯 所以我觉得日本应该 应该还是要有智慧了 你是一个亚洲国家 你老是跟着西方国家一起 欺负亚洲国家的话 那你就是不受欢迎 嗯 就是永远不受欢迎嘛 那你跟着美国走 美国今天能不能度过 他的这个好 所谓的这个好 矽谷银行这次好挤兑啊 嗯 产生他所谓的金融股牌效应 我们都还在观察呢 嗯 对 那这一次的话 不像上次2010年 20 2009年的那个 所谓金融危机 对 中国大陆也出手啊 中国大陆搞了四亿啊 四兆啊 人民币的这个宽松政策 对 对不对 创造需求啊 那中国大陆手上大批的 买进大批的美金啊 那时候因为中美关系好嘛 现在未必啊 现在中国手上的8600亿 一直在买 我这时候去卖你3000亿 嗯 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说的 对啊 对啊 美国的话如果对中国绝对是用这种方法 肯定的 对啊 我今天就要在你的伤口里去撒盐嘛 对啊 我一直把你让你知道 对 因为我一直觉得跟西方 尤其美国这个国家的话 你美国这个国家是欲弱则强 对 欲强则弱 你如果说对于他对你的这种不公平的这种 这种打压啊 你逆来顺受啊 美国人不会觉得说 这个这个还蛮服从的 我们对他当做做不会 美国会继续吃你 他喜欢刺子减软的吃 咬一口 发觉你没反应啊 下一口就更大 嗯 你让他不咬下一口 就是要咬这一口的时候 你就回国台咬一口更大的 嗯 他就不敢咬你第二口 对 这是跟美国这种帝国主义根性 狼性很强的国家的 唯一相处之道 嗯 中国现在手上有武器 有工具的话 我觉得对美国不能手软 是 再软下去啊 那美国人就好 那就怎么样 尾巴就翘得更高 嗯 而不是觉得说 大家朋友可以谈 美国人不是这种想法 不要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 解读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预测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对 你要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想到美国人怎么看你 嗯 会有 所以大陆讲说 要勇于斗争 善于斗争啊 现在对美国就这样 对 你看着好了 今天美国 中国大陆强硬 你会看到美国对中国的立场 会越来越软化 嗯 嘴巴讲的是 可是他行为会越来越保守 对 我们就看未来半年也知道 嗯 因为其实在不管是这个中俄的联合声明 嗯 还有或者是日本跟乌克兰的联合声明 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 嗯 就是针对台海的问题 嗯 这个俄罗斯说 他承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嗯 他认同这件事 嗯 然后日本跟乌克兰的联合声明 是台海稳定的 是他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我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中俄声明嘛 这个两岸是 本来就中国内政问题 跟日本和乌克兰什么事啊 对 其实我觉得 台湾有种声音就是 台海的稳定是我们台湾人的事 嗯 跟你日本人一点 一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对啊 不要来这边搅局 我们要找个计划把它讲出来 台海稳不稳定是台湾人的问题 嗯 台湾的未来是台湾人掌握 对 请你们通通闭嘴 对 你们都是来趁火打劫的 你们都是来火上交柔的 请你日本政府闭上你的嘴巴 对 你有什么资格讲 那我将来讲说 东京的交通好坏 是我们所关切的 你会觉得神经病 我们今天台海的稳不稳定 是我们跟大陆的关系 我们中国人之间的问题 关你什么屁事 对啊 对不对 你有什么发言权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要觉醒 就要从这里开始 嗯 台湾的前途有台湾人决定 不要把台湾人的命运交给美国 交给日本 那是那是最愚蠢的 对 可是台湾就有这种愚蠢人当道 而且洗大部分台湾的脑 你觉得台湾今天要战要和 是由日本跟美国人决定吗 马英九去大陆就可以搞定 嗯 我们要多几个马英九 嗯 对不对 再多一个蔡英文的话 台湾必死无疑 嗯 对 没错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到一个抉择了 嗯 不能够再软弱无力了 对不对 我们才是关心台湾前途 没错 那些搞台独的都住在美国 嗯 至少他的家人都在美国 财产都在美国 那个搞台独的叫有一个姓姑的 嗯 你去查一查他的国籍是哪一国 我们还没搞清楚 嗯 对不对 这些人 我们就不要说了 我们只是说 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这块土地安慎立民 台湾要怎么说 我们发言 以后你日本政府少去跟外国讲 我们台湾该怎么样 对啊 你无权做这个决定 我看着那个声音讲到底关什么事 可是问题就是 这种声明出来以后 这个蔡英文政府都在那边拍手 对 欢迎 没隔到几点 嗯 对不对 他们的无脑 让整个台湾社会也无脑 以后 台湾政府应该声明了 台湾的前途 台湾的两岸的关系 请任何外国政府都给我闭嘴 对 我都不欢迎你做这种声明 对 嗯 那我们以后也觉得说 日本 日本海的安全 安全与稳定 啊 我们有严重的关键 你日本人 日本人每个人就是神经病 所以日本人是正常的 对 可是台湾人 现在被民进党这些洗脑以后 就是说 任何外国人对台湾 我们自己的安全 都有发言权 也还给予鼓励 嗯 病得很严重 确实 嗯 那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很快把它结束掉 好 你觉得洪都拉斯会 断掉吗 不会那么快 不会那么快 我觉得洪都拉斯的事情 百分之百是 蔡英文自己政府搞出来的 对 那我觉得跟大陆没有关系 嗯 那他是自己去找大陆 那可是大陆可能不会给他 从现在台湾给他那么多钱 嗯 因为他自己去找大陆的嘛 那 因为 因为这个洪都拉斯 基本上的问题 就是说 去年初的时候 蔡英文突然 被 我认为是被美国逼的 突然拿了12亿 给立陶宛 给立陶宛 就立陶宛 什么都没给台湾 对 可是你给立陶宛 这种12亿是破坏行情的 你基本上又没有邦交 又不是建交 嗯 最后他在台湾千呼万唤 被吹出来一个叫 立陶宛贸易代表 对 代表处 连在台湾或在台北都没写 就是Literranean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就是这样 挂一个牌 然后有没有在办公里不知道 要去看一下 你花了12亿 美元 算起来花了360亿台币 哦 那个实际我们在外交上 是一个天价 对无邦交国家 也从来没有开过这个利 那所有台湾的14个邦交国 中华美国世界 都会产生一个问题 那我呢 那我呢 我值多少钱啊 那个200万的欧洲小国 就值12亿 我现在欠你6亿 你都说逼着我要还 不过6亿美元 嗯 对不对 那另外一方 你每年只给我5000万 我希望你能调整1亿 因为你很有钱嘛 对 你给他都这么大方 你给我什么 就开始谈判 嗯 都在谈 那我觉得 蔡英文政府 反正她认为 这些国家 宏都拉斯都听美国的 我才不听你的了 我就跟你 你也不敢跟我断交 嗯 因为中国大陆好像也没有 没有积极在挖你 对 对 所以这个情况就谈到最后 就谈崩了 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蔡英文去中美洲 三个国家 就不到宏都拉斯 哦 那就是当面打脸嘛 那他就立刻说 我要叫我的外交部长 开始去跟中国大陆谈建议 嗯 那今天 昨天他们的代表团去大陆 嗯 那我觉得谈的问题 还是 还是 还是经济援助的问题 对 那问题就是他们能得到多少了 嗯 中国大陆来讲 应该是不差宏都拉斯一个国家 嗯 对不对 那 所以我觉得 也有可能 会建交 那不过现在来讲 温润两岸关系 从中国大陆角度上 已经不是外交层次了 也不是外交争承 但是很低层次了 嗯 现在就是准备动武啦 现在是随时 这个哈 这个军机怎么绕台 怎么封锁台湾的港口 你如果 你如果说是麦卡锡来台湾的话 那就是 围岛军演的 二重平板 那已经 那没有什么 那你说这种邦交国 这种非常低层次的 没有必要周旋 嗯 所以我觉得 宏都拉斯 基本上整个问题 是蔡英文自己 拙劣的 对外政策造成的 嗯 跟这些人 这个哈 只能说能力很差 确实 能力很差 处理国际事务能力很差 好好 拿着石头砸自己脚 那么 所以 我觉得现在就变成 美国也没办法 对不对 美国不是说尊重空度拉斯的决定吗 对 那我觉得 就蔡英文不好好处理的话 那么 很可能下面好几个邦交国也会跑掉 嗯 不過蔡英文现在也不在乎 他一切都是 就是 第一个他快下台了 对啊 他明年就拜拜了 他第一个快下台了 他跟吴昭燮都准备 我觉得他们当然都是 都下台了 他也不太在乎了 嗯 反正也不想留太多好东西给 给赖清德吧 所以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纯粹是 蔡政府自己搞出来的 烂山 嗯 好非常感谢大使 今天来到我们叶利 然后在我们很多的议题上面 帮我们做非常深入的分析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拜拜 拜拜